首批获发补就业新装补贴的雇主名单 今天上载到网站 其中以养和医疗集团获发的补贴最多超过8000万 又一张话报道 首批成功申领补就业计划的雇主有超过25000名 补贴金额涉及大约48亿元 承诺受新装员人数超过20万名 当中养和医疗集团获发的补贴最多有8500多万元 承诺受新装员有3200多人 拿到第二多补贴的是时装集团IT有4000多万 涉及1800多名雇员 其他连锁零售店包括优质良品获发大约570万元 行香、海天堂都分别有200多万 承诺受新装员都有过百人 经营网上购物的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补贴金额排第三位有3274万元 涉及的员工有1248人 多间航空公司也榜上有名 包括中华航空和长榮航空 中华航空就拿到612万元补贴 长榮航空就拿到194万元 除了大集团之外 还有大量业主立案法团 以及一人公司新领补贴 政府过去两个礼拜 向两批近6万名雇主 发放了大约114亿元补贴 涉及49万名雇员 第二批获发补贴的雇主名单 政府说会在补贴传入他们的银行户口之后 先公布 稍后都会公布第二期的申请详程 目标在9月发放补贴 支付9至11月的薪金 有线电视记者游进华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